伴着社会的变化和交通行业,与书豪业的变化,开车的人大大的增加,腰椎病的并发频率一直呈上升的趋势,腰椎病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看不出什么问题,最多是腰不会出现一些疼痛的感觉,但是随着时间的长久,病情的进一步加重,出现下面的问题以后,就会带给病者很大的麻烦的,不能进行自己正常的工作。 并且打乱个人生活,腰椎病有哪些严重的危害? 一、主要症状,出现腰椎病后会主要的现象为腰痛的表现,相比较来说,这些疼痛也是具有一定的特别性。 比如病者在腰痛的时候,还会发生一些麻烦综合症的现象,出现会应许发麻,大小翩翩功能障碍和性生活阻碍等,还会引发脚下垂,脚拇指伸张没有力气的肌肉不能动的症状和大腿小腿疼痛,发麻和坐骨神经痛的腰间盘突出症状。 二、严重症状,疾病发生后除出现一些腰椎病的主要有害表现之外,还会出现一些严重的情况表现。 比如患者出现腰椎管变小的症状和腰椎划错位等,还会伴有间歇剖形、下肢肌肉瘫痪和双下肢变凉和麻木等症状,患者会受结合细菌的侵入。 在患者腰痛学后还会伴随着腰部挺直。 三、病发症状,如果腰椎疾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,还会使患者出现胸腔积水,腿部伸张,神经损害增加,损伤神经节或神经感,刀口身的话容易感染,腰椎骨折一边的静脉和动脉从容易损伤出血。 根据腰椎病的疼痛,中医文化博大精深,有自己的一套方法,中医善于选用低调药材,针对于病脏,修复骨质,消炎止痛,通筋活络,软肩散结,肩脂标本,除此之外还能增强吸体抵抗力,激发骨骼活力,促进骨胶原蛋白的增长的作用。 通过骨骼自身修复功能,将腰椎患者恢复网剧身材,正常生活。 在腰椎骨病康杂志上,曾刊登过一篇专门针对医物生贴,腰椎病的此类骨病,效果较为显著的文章,文中表明该贴剂,是由十多种纯天然的中草药,经过提唇熬至浓缩而成的膏体,贴副时,可透过皮肤表层深入渗透到病骨处, 达到消炎化育的作用。 对于腰椎病的疗效果很好,讨主机可找到此天,十分方便。 以下三个方法可以帮你预防腰椎肩盘突出。 一,保持良好坐姿。 对于长时间坐在工作岗位上的人们来说,在维持良好坐姿的时候, 要做到良好的起身疏换身体的习惯是很应该的。 特别是长时间坐着不动后,应该立即站起来放松一下身体,伸展一下自己的身体。 从而减轻腰部和后背的不是,而腰部的保暖。 如果腰部后背受到湿气、冷气等不良情况的环境下, 会容易致使腰部后背的肌肉发生紧软、紧绷、肌肉紧张等。 会致使腰椎病的再一次复发,尤其是在秋天冬天这两个季节。 要随着温度的变化增加衣服,注意腰部部及下身之体的保暖。 三,拿东西,要注意,在临床上,很多腰椎病患者,就是因为弯腰斑弹一个重物而发病。 所以腰椎病要物以小事而为之,日常生活中要避免负重。 在背、抬、扳、推、体重物等动作的时候,腰椎承受着较大的重量。 除了搬东西的重量以外,还与搬东西方式和腰椎弯下的趋度等情况有关。 所以,平日里在搬东西或拿东西的时候,一定要做一座准备活动。 切完下双腿之后,再弯下腰去拿东西,以防止腰部受伤。 当然最好不要去弯腰斑拿重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